日前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应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通知表示 以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 一经查知违法违规问题 必将严肃处理 那么关于收视率是什么你知道多少的 首先你要了解什么是收视率收视率收视率 就是观看某节目的观众和该地区总人口的比率 百分数收视率等于收视观众所有电视观众0.01 等于8万800万 比如北京地区人口约800万 收视率1%就表示约有8万人在看这个节目 央衣的覆盖率是98% 而中国有13亿人能够收看的央衣的人数大概12亿 所以每一个点就大概是代表1.2千万观众 新闻联播的收视率是8个点 那么收看人数就是9.6千万人 收视率能够反映一个节目的影响力和广告价值 这个区别另外一个名词收视份额 那么又是收视份额呢 收视份额 收视份额则是观看某节目的观众和在该地区 在同一时段打开电视级观众的总人数 各数收视份额等于收视观众所有开机的收视观众 0.07等于1百分之7 如果收视份额为百分之7 意思是只在那一时刻收看该节目 100个电视观众中有7个选择了该电视 收视份额反映节目在播出时段的竞争力 那么收视率是怎么统计的呢 收视率数据采集方法有两种 即日记法和人员测量以法 日记卡法 所谓日记卡法是只有样本户中 所有四岁级以上的家庭成员 将每天收看电视的频道 时间段随时记录在日记卡上 以获取电视观众收视信息的方法 测量以法 测量以法是只用测量以来详细记录样本户中 所有四岁级以上家庭成员收看电视的情况 从而获取电视观众收视信息的方法 电视频道变化直接通过测量以采集 没有任何影响 数据可以精确到秒 可以准确反映收视变化 关于收视率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如由本昌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演的 寄宫游记 一经播出万人空想其看寄宫 创造新的在当年国外播出 时当地治安案件明显下降 证明罪犯也在忙着看寄宫无暇顾他的景象 寄宫游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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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